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孔令辉将会执教日本队的消息 善销成上,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是有鼻子有眼,有不少媒体人表示 日本队花出了超过2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00万的薪水 来邀请孔令辉执教日本队 希望能够借助孔令辉的力量 提高日本队的水平 甚至对中国队形成威胁 的确,这两三年的时间 日本乒乓球队的野心是非常的大 从东京奥运会上拿到了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枚混双金牌开始 就一直将中国队作为目标 但是这两年的时间 他们可以说是越战士气越挫败 经常性的被中国队给击败 奥运会的那枚混双金牌 成为了日本乒乓球近两年的顶点 虽然说在成都市兵赛上 他们的男队险些借助张本志和一己之力 先翻中国队 但最终还是功亏欲愧 而在最近的两次大满贯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则实现了大包大来 连日本队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双 包括银翼维奥的混双组合 都打不过中国队 而在男单和女单的项目上 日本队的两大王牌选手 甚至在今年的大满贯比赛 连前八名都没有能够打进去 看起来对中国队威胁更大的 并不是日本队 而是一些散落在欧洲的华裔名教 以及一些欧洲本土的实力比较强的男子选手 日本队根本都走不到中国队的面前 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眼见形势越来越不好 可以说日本队选择一个新的教练员 似乎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其实日本拼鞋这两年 一直在对教练员进行更迭 从东京奥运会之后 一直到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日本队已经换了两个主教练了 所以说教练员的更动 的确是非常的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选择孔令辉这种级别的人 去日本执教 全队能够引起中国队的重视和震动 虽然说也有不少的教练员 去日本进行过执教 但是其级别绝对达不到孔令辉这种级别 他是中国队的奥运冠军 同时的话也曾经是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一度和刘国梁平起平坐 所以说这种身份和地位 去了之后对于中国队来说 肯定会引起重视的 但眼下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么有不少媒体人也是纷纷列举出了证据 两大铁证摆在面前 孔令辉根本就不可能去日本 首先就是这一百万的年薪 看起来的确是很高 那乒乓球教练员少有能够拿到这么高薪水的这种教练 但是对于孔令辉这种级别的人来说 一百万的年薪根本不足以打动他 的确金钱肯定会成为很多中国乒乓球教练员 选择出国执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但是如果孔令辉愿意的话 以他的名气在民间开展几个乒乓球俱乐部 说实话要比当国家队的教练员更加轻松 而且他每年所赚取的收入也绝对不会比一百万少 那干嘛还要费劲跑到日本冒着这样一个很大的舆论风险 去挣着非常辛苦的一百万 所以说这一百万肯定是打不动孔令辉的 如果你能够给他开出千万甚至更高的年薪 或许还有可能 那第二一个就是孔令辉其实是长期不去执教一线队 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现在乒乓球的形势变化也是比较多的 那日本队会不会冒着个险邀请孔令辉 这个估计也要打一打问号的 因为现在日本队换的这些教练员 其实都是长期在一线队进行执教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 从日本队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恐怕也不是很高 球迷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也就放心了 毕竟我们不是怕孔令辉去了之后 给日本队带来多大的帮助 形成中国队的威胁 主要就是因为考虑到中日两国的这种感情 虽然说体育无关于政治 但是你要说中国的这种功勋教练 跑到对方去培养这种情况 这个还是咱们不希望看到的 哪怕未来有一天孔令辉去到欧洲去进行指教 我觉得球迷可能都不会这么担心 毕竟有这个民族情节在这里 有些东西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撇清的